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还差三分就可以上到王牌11星了 没想到平板竟然没电了 现在死了的话 估计要掉大分吧 快快快快 上充电器 看还能不能连上 这个号还差400多分就可以上到无敌战神 但是现在这个赛季马上就要结束了 也不知道还来得及来不及 还能继续游戏 不要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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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哦 还好 还好 还在飞机上 刚死 这样是扣个50分 那这个号本赛季肯定是上不去无敌战神了 现在还好 还有一条命 第二条命就正常打 先落地空个车 然后远离航线打野 我其实挺想知道 现在赛季马上除了公公还有没有人在冲刺单牌战神呢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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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也是被吓得勾枪 还好敌一枪没中 先究竟发育一下吧 先找个二级头二级甲防护一下 这一级头一甲跟没有啥区别 差点忘了还有参赛礼盒 看能丢出什么东西 M762二级头三级甲 一个轻型握把 不错不错 至少现在遇到敌人有一战之力了 三分三分 只要三分 再加三分 就可以升到王牌十一星了 人机一个 打他的脚胶 把他打掉 不要把他的三级甲打烂了 记住他到三级甲位置 待会决赛圈说不定还能来这里换一下 这把前期也没干啥事 就是一直在搜东西 掉线之后就一直在搜东西 一直搜到场就像最后的29名敌人 跟我才选择开车竞拳站点 但是没想到要站的点 人还挺多 差一点 差一点 这不要是摊枪的话 差一点就被黄堂狼解决掉了 这个黄堂狼动作好快 上防顶的速度真快 死的也挺快 一颗顺暴就能把他带走 这个人身上肥啊 三级头三级甲都有 还有AOG 还有冰茶呢 他是真的肥 动力靴也有 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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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这波肥了 这是哪里打的 岸边吗 看不到啊 看到了 在厕所里 他封了一颗烟 把他车打着 还想跑 你没说这些敌人他好好待着不行吗 非要开枪 暴露自己 关键你也杀不死人呀 是不是 现在圈刷了公公这个位置不在圈 需要开着进圈站点 打法还是跟网上一样 只占圈中心的防区 恐怕公公对这片防区都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我记得他好多次都是来这里 看他直播我自己都学会了好多招 简单拍下点 看一下有没有人 二楼平台没人 箱子后面也没人 看一下小哥间里有没有人 也没有 没有的话就在这里待着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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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死人没关系 点后轮也行 点中两枪头 但是没打死 有跳跃声 人在旋转楼 来车了 来来来 红色蹦蹦 红色的合金龙骨 这人好熊 但他在打谁 一颗空中头顶顺炮先消化一波 但是旋转楼的人扔了一颗手里把公公炸了个大餐 往楼梯一口扔一颗燃烧瓶把路口封住 不让巡察员上来 有瓶茶速喝瓶茶 像这种紧急情况必须喝瓶茶 直接扔了一颗燃烧瓶 速速出来 哇哇哇 我的妈 还好还好 还好这颗手里是颗顺暴雷 要是他反弹回来再顺暴那可能这波针就没了 怎么办怎么办 被夹击了 这波不会死吧 现在死了不一定能加勾三分啊 现在瑟基墨不质量 宣传的恶人意在丢了一逼走位 底下的人又蠢蠢欲动不上来 面对这种情况我只想说两个字 好难 反正雷多继续丢 我不信旋转楼的人雷有公公多 也不信他的雷被公公转 旋转楼的人现在不丢投资物了 估计是没有了 都开始丢烟雾弹了 没投资物就不慌 呃 你的打脸没想到真有 原来是个木乃伊 我还以为穿的是巡查员呢 刚才看错了 单子ID就是凶啊 打的是真厉害 怎么还在丢啊 我以为旁边的人都没有守雷呢 没想到他还一直在丢 不过现在没关系了 木乃伊都已经被解决掉 可以专心致志的去 揍转楼的人了 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他都没把公公杀掉 那么现在机会已经失去了 他还能再杀着公公吗 那肯定是不能了 等一下来车了 先把这个人头收掉再说 来来来 看谁能炸过谁 他的距离不在公公这边 他在打圈边进圈的人 炸到了 但是没炸死 这楼顶还是不太好丢雷的 继续 一颗不行就两颗 两颗不行就三颗 三颗不行就四颗 我看他能吃几颗 四颗手雷就吃饱了 再送他一颗手雷 让他吃撑 漂亮 这次他连自救都不能自救了 快快快 快开始进圈 这毒真的是挺痛的 还有五秒 四秒 又变成五秒了 还行还行 加了一秒能进到圈里的 不加也没事 进到圈的时候还有两秒钟的时间了 现在场上还有最后的四颗敌人公已经烧到八个了 这把三飞肯定是有了 王牌十一星也有了 但是这个号是需要上到无敌战神的 王牌十一星并不是终点 战神才是 吃鸡 吃鸡 这把一定要吃鸡 因为只有吃鸡才能给接下来的对局 减少一点难度 只有吃鸡才能距离无敌战神更近一步 还有两名敌人 这个位置是挺不错的 感觉这把吃鸡应该不太困难 车动了 破顶的车动了 扫下 打中一枪身体 打中一枪头 但是敌人不继续往前开了 那就继续芭蕾 他喝冰茶 估计这颗手里炸不死 果然没炸死 车都爆了 都没把人炸死 哦 这个老六斤的好菜 他先开枪都没有把人偷掉 反而被人反杀了 现在就像最后的一名敌人 这名敌人知道公共的位置 公共也知道他的位置 那就不太好打了呀 像这种情况 敌人的肯定就是综合实力 光枪防好肯定不行 你的雷还要准 光雷丢的准还不行 你还需要懂一点策略 就比如说现在 公共先往左边封了两颗烟雾弹 吸引下敌人的注意力 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去左边的烟雾弹里 而是选择在右边继续待着 这样敌人可能就会以为公共在烟雾弹里 然后他就把他的投掷物全部往烟雾弹里丢 先消耗一波敌人的投掷物再说 听到没 昨天烟雾弹里都有雷的爆炸声了 此时公共手雷就剩下最后一颗手雷 肯定是不能乱丢的 这颗手雷可是要定胜负的 一雷定乾坤的 这门敌人也是高手 他丢了一颗手雷 没有炸到就没有继续丢了 哦 他猜到了 他猜到公共的位置了 哎 没猜到 他是乱丢的 我以为他猜到了 漂亮 极限 开局平板煤电被迫挂机一分钟 没想到最后竟然九杀吃鸡 拿到了本场的淘汰王 还拿到了雷神将士的称号 就问问还有谁 但是这个赛季还有三天就要结束了 也不知道这个号到底能不能打上无敌战神 哎 新赛季有需要上战神的 记得滴滴我没有